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 有请 我叫刘晓斌 我来自广东 我来找竟然在我梦里出现的人 我是他养我 我来给我儿子养我儿子的一个梦 希望他能找到解开这个心结 过得快乐一点 一段挥之不去的梦 解开怎样的绅士谜团 梦醒时分 母子俩又将何去何从 有请 是一个年轻的孩子 杜斌老师好 大家好 来 请坐 孩子你找谁 我来找经常在我梦里出现的人 梦里出现的谁 我这个梦要加个双银套 在我四岁的时候 我就是跟小伙伴在楼下玩 有一个三十多岁大概 一个男的 都拿着一个玩具车 转来转去嘛 就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然后因为那时候小 就看到玩具车就很好奇 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当时有一个弟弟 那时就是想拿个玩具车 然后去拿给弟弟玩 然后我就去找他药 然后他就是说他还有很多 那我就那么迷糊地就跟他走 实际上是一个人贩子是吧 对 好像我哭了 然后他就是看到我哭就比较烦 有点不耐烦那样子 就打了我一巴掌 就叫我不要哭 吓我了 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爸爸是卖水果的 经常穿一件红色的外套 然后就路过他的一个水果汤 那我爸爸就问我说怎么在这里 叫我赶紧回家 我当时可能被那个人贩子吓怕了 没有敢跟我父亲说这件事 然后我就默默自己一个人就走回家 那个人贩子就一直跟着我 就直接把我抱走 你那时候四岁 这些都是你记忆中的 对 把你领哪儿去了 带到一户人家 就大概待了一个星期左右 然后就到了我现在的这个家 来 陈警官 这个孩子应该是被养父骨买的 去年的星宝学生爱酒 对买方也入行 也要追究刑事责任 过了追究刑事责任的时机了 对 这个应该是不一定追究 但是今后的话 对买方的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此时从人贩子那里买到小编的养母 吕玄华 却并不意识到 他曾经的行为已触犯到了法律 关于收养小编的过程 他有着这样的解释 你还记得当初他是被谁送家里来的 就是一个妇女 一个妇女带他出来的 那个时候那个女的 就在我们高屁村 那个女的是也是外地的 就是说他这样一个老公太老了 就是整天无物正业 没有这什么人事 他打他 没有他跟他过得不好 他要把这个孩子送给人家 他要改嫁不要带气 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妇女 是挺可怜的 因为你能带一个孩子 要是去改嫁 这个孩子也是会和他受苦的 刚刚那个时候 我家里也是才一个妇女 我就想 但是如果她真的不要 就把它抱养回来 当时是给那个女的钱了吗 给了 多少钱 给了一万二 一万二 您现在知道那个女的 应该是个人贩子了 就是他这么多年来 他也没有说 一直没有说 我都说他不知道他的身世 他说有一次真的是亲妈 把他送眼给我的 养父养母 对你好吗 我有一个姐姐嘛 她是我这边养母亲生女儿 就是在我身上付出的 要比姐姐多 你现在多大 我二十二 有工作了吗 在厨房当学徒 这十几年你有没有想过 说有一天 小斌知道了 自己不是年轻生的儿子 因为这个 总归不能瞒一辈子 对不对 是啊 怎么跟他说呢 我有说过 等他长大了 才告诉他 就是等到他重家了 才告诉他 平时有说 他有种那个污污不落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也没有亲吻他 我觉得 有时候也是有心 好像对不起他一样 小斌的闷闷不乐 源于他初中时的发现 到初中的时候 有一个表哥 他就是伴着我的面 然后跟其他人说 我跟他虽然是兄弟相亲 但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明白原来那不是梦 那都是真实的 知晓绅士的小斌 对群母的期望更加强烈 什么时候开始想找你的亲生母亲 初中的时候开始想找 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比较小 而且条件有限 就不知道不知道从何早起 高中的时候看了两部电影 亲爱的 还有刘德华那个《诗姑》 看完之后我才知道 原来失去儿子的父母 他们可能因为找我的原因 过得很不好 所以我觉得作为他们的儿子 我有必要找到他们 告诉他们我过得很好 因为你父母会一直在找你吧 对 因为天下父母心都一样 我感觉他们会一直在找我 然后就去行亲平台 然后就去采血 问你养母了吗 没有 你内心纠结吗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想着告诉他 采完血之后我就感觉 只要我亲父母那边有入库的话 应该匹配的话比较快 就感觉机会大了 不然到时候我觉得找到了之后 再跟他说 可能会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 从小就被养母买来的小兵 随着身世的层层解锁 以不得不与养母挑明一切 这让二十三岁的他陷入了两难境地 所以那时候我就提前跟我 跟我养母先说 我那时候准备打电话来着 那时候因为开不了口 很难开口 我就决定发微信给他说 我那时候真的说真的 心里很纠结 就心好一直悬着 发微信的时候也是手一直抖 就问他我是不是他的亲生儿子 我发完之后 我记得他好像那时候是很久才回我 他也没有说再继续去瞒着我 他就站在母亲的角度 我就发了就是说只要是儿子好 他他支持我 是你来找 对 当时一下都惊呆了吧 惊呆了 您现在知道那个女儿应该是个人贩子了 就是就从我的儿子跟我说了以后 他说那个是不是他妈妈 那个是私人贩子 那时候我一下子也是很痛苦的 就是一直不敢相信 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您碰上来小斌的亲生父母 您可对他们说什么 我会对他的母亲说 对不起 要是我不买 大家都不买 人贩子就无力可图 我就不会找着把这样的社会现在那么多还是失踪了 我今天见到你的父母 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那么多年 我知道你们一定还在找我 你们可能因为找我的原因过得很不好 那他们可以放心 过得好一点 来 小斌 请站到这儿来 看看我们的树东是如何帮你们寻找的 刘小斌你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 我们在我们的官方融媒体平台上看到了你登记的寻人求助 我们也是根据线索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 根据你的记忆 你记得小时候 这个父亲是卖水果的 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但是具体你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和家里人走失的呢 你却记不太清楚了 于是我们就联系了宝贝回家的一位志愿者和西妈妈 在宝贝回家的网盖上 为你一一排查相关的信息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上看到一条2011年登记的信息 上面是一对父母发布的 他们家在1998年9月在家门口丢失了一个四岁多的儿子 他们家也有一个弟弟 家里也是卖水果的 但不是爸爸还是妈妈 虽然有部分信息并不稳和不能全都对上 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 我们也是立刻安排了你们进行采写 对双方的基因进行比对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得到想要的好结果 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好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觉得梦里的人我非找不可 18年了 我能给她的 我全都给她了 一直都没有解释 她有这种心理 有这个痛苦吧 准备好了吧 好了 未远寻找未爱坚守 请开门 请开门 想一想我亲生父母那边 因为找我而过得很不好的 觉得我必须找到他们 好 我必须找到我 我必须找到那边 我必须找到你 我必须找到你 ículo 4 我必须找到你 ather你 准备了 这种感受到你 有了 小白 阿野 小白 阿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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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小斌请把爸爸妈妈领到这儿来 我好激动 高兴的是他找到了 心里危险的是 害了这个儿子这么多年 也害了他的父母 长过他这么多年 这次也真的很自责 来爸爸妈妈坐 谢谢 我看你挺冷静的你 你看你把你妈哭成啥了 你现在什么心情小斌 我很激动 激动 孩子丢了以后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他住了十点钟都还得给我从盖上提苹果线回来 十点钟六点钟我回来就找不到人了 我的亲家就这样盖上祖师爷这也当初知道的 你们是哪个人 我们是贵州的 我们是贵州的 贵州的 孩子丢的那年孩子多大 有四岁半的 你看还就是四岁半 你们后来就跟当地警察什么都联系了吗 其实当天晚上没找到就就报了警 报了警 这些年你们一直在找孩子吗 一直在找 你不知道怎么找 就是听到哪里我有点希望就到处去找 这个寻击是十八年了 基本上没有继续 父母啊这十八年找小斌 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去哪儿找 但是他们就一直留着 像爸爸留着当年穿的那件红衣服 爸爸你把衣服穿上 让小斌看看 同时我还要告诉小斌的是 你可能不知道 爸爸当年啊跟妈妈打工 在贵阳租了个房子 后来呢找你这么多年 这个经济条件也不好 房子也破 但是呢就是没有搬家 因为就想着你回来 记得家的样子 找到家的门 小斌对这件衣服有印象吗 因为我只记得是红色 但是距离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 爸爸的样子记着吗 妈妈的样子也不记得了 就是你小时候的照片 小时候的照片 像不像不像 小时候的照片 爸爸这回来啊 还专门拿手机拍了一段 家里这个旧房子的这个视频 是吧 小斌来看看 弟弟 你好 我是大姐 你的名字叫小海 不知道你还认不 还记不记得 你还有一个二姐 叫刘晓南 你小的时候 非常喜欢爷爷奶奶 养的猪啊 每次看到都特别特别的兴奋 这位是奶奶 还有爷爷在老家 这位是弟弟 哥哥我是小哥 以前小的时候玩的时候 谈着呢 以前 你还经常照顾我 我们以前都在这里 相信你 你还回来 你还记得这个家吗 家里面我是不记得 但是我记得楼下好像有一条河 楼下有一条河 有吗 妈妈 有 有啊 奶奶的样子还记得吗 手里拿的是他们的DN检查 DN检查报告 经过前后两次的比对 比对初 1998年9月 贵阳是失踪儿童的父母 父亲刘清军 母亲杨清慧 他们两个可以确定 属于生物性亲子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外 他们还有一个心愿就是 要带儿子回家 不让儿子再离开他们 希望他们 他在我们身边 可以先信吗 希望他在我们家 不要这样做 如果小天 找到亲生父母 想跟他们回去 所以您会这么想 他要跟他回去 我也是同意的 你以后会不会想他这样 肯定会想 就是他不想跟我回去 我要愿意他跟我回去 他不跟我回去也是这样 我就随他的想着 谢谢 老闆 你怎么打算 我还是要留在我仰慕这边 那这边的父母呢 同时我也想我想两边 我跟你说一句吧 其实你刚才的那种内心的这种挣扎 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 因为对你而言 你在四岁就已经埋下了那个种子 家在这儿 家在这儿 你要回家 是这样的一个信念 让你去找家 也是这样一个信念 让你能够找到家 是不是知道一个结果 见了面就是团圆 不是 你和你亲生父母的故事 你和你养父母的故事 还要靠离往下走 你必须协调两个家庭 你必须和你的亲生父母 重新去建立新的感情 新的交流和新的表达 这对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们相信你努力 一定能够真正地回家 现在只是一个结果 谢谢 这孩子不是找到家了吗 这个我们也把这个案件信索 要交给广东和贵州 两级公安警官 对这个案件 去重新进行梳理 重新调查 争取这把人业贩子 能抓到生之一方 好 谢谢 刚才呢 你老师和你小冰 在前面聊的时候 我在后面跟养母 一直在一块 她其中最重要的 让我向亲生父母 说一句对不起 我会对她的母亲说 对不起 养母来了吗 在后面 在看大家的态度 拐卖这个 其实是最痛恨的 没有买家 他拐孩子 他就卖去水 他也养过去 好 谢谢 我心里难受了 买孩子也让人痛恨 是啊 没有买 就没有买 对 谢谢 谢谢 悲剧的发生 都根源于当初 罪恶的拐卖行为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 金钱买卖 只能带来伤害 唯有真正的爱 才能换来永恒的亲情 心里还体别难过 那时大罗约才有问题的 感觉哪里发生那么大 好不好 如果楊玲這邊也會跟我來找你 你們有沒有見一下 我們顯得不想見她 我們顯得不想見她 她有沒有想過我們都沒有感受 我媽那邊就是 她也是上當受騙的 她拆散我們一下 不能拍 你們可以這麼先見嗎 我覺得我還是得先給我楊玲這邊 先交代清楚 因為她現在需要我 雖然找到了親生父母 小斌卻陷入了兩難的抉擇 親情的修復可能需要更多的包容和耐心 小斌和她的家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們祝福她